上轮一甲联赛,斯伊罗轰入了个人职业生涯五大联赛第四代一入球,成为了当今组坛五大联赛第一人。 从比赛开始第一课,拼到最后一课,都总裁当之无讳,都当选全场最佳,被赛季至今,斯伊罗打满了九场一甲联赛,总共获得了七次MVP,只要他赛场MVP的归属很难被撼动。 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斯伊罗在游文阵中的重要性,还有他一直保持着极高的竞技状态。 从他加盲一甲开始,不少球迷就将养生足球的标签贴在了总裁的身上,因为一甲的节奏比英超和西假满,所以贴气不怎么回应。 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,周末有关注比赛的球迷,必定非常清楚, 斯伊罗每次拿球都会受到二到三名热内亚防守球员包夹,从连赛首战开始, 每当成功防下斯伊罗,防守球员阵地高呼,的场面,多次被意大利媒体记录,总裁感受到了意大利练士防守的威力, 顶着众多球迷希望和外界娱乐压力的他,每场不得不竭尽全力, 七场比赛的全场MVP,就是最好的证明,从周末的联赛,我们可以看到, 斯伊罗整场比赛都保持着高昂的斗志,每球必争,没有半点流利周中欧贯的意思, 详细对内顶心斯伊罗的行动和球队被热耐压逼平, 以及曼联在斯坦府桥,写写带走三分的结果, 势必该把马敲响了警钟,仅靠一个MVP总裁的肩,显然不足以带走胜利, 与总裁一起共进,才是你们最想看到的结局。